随着近年世界各地越来越多新能源车出现 包括本港也逐渐引进许多不同型号的新能源巴士 而其中单层和双层的新能源巴士都有好几款 各公司也相计人入 因此新能源巴士变得五花八门 就因为它的五花八门 所以就特意找了一天 试下可否在一天内坐了这么多款 新能源巴士 但为了不想一下子做到最困难 所以这次只会挑战 坐完新能源的双层巴士 有个优优独的双属 该双属器 statue 都没着多远 是对一天 当上到去油麻地地面时 已经有一款乘巴电能巴士埋葬 所以第一程就以它开始 Oh no 递了手 但因为被部200UX遮住了 所以司机看不到 所以按就临急急上了一部去西九的车 希望折返部头先走失了的电能巴士 刚才走失了那部车博了在里 按折下来只需静静地等它造反回程 这次终于没走失了 第一程就由西九龙站坐起 因为看到另外一部轻能都行启得闲 所以坐去那边再看看情况 上去第一程先 我现在开始吃了 我说的是一种的鞋子 在里面的鞋子里边 我说你会吃过 像天空的鞋子 就是一种鞋子 在里面的鞋子里边 我说我们在里面的鞋子里边 你不喜欢吃了 我说我想这种鞋子里边 我说你还在里面的鞋子里边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買了茶餐廳 讓我們趕快去衝進去 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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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後就立即走過去對面附近 上那部輕人巴士 今次就坐去啟德郵輪碼頭 有輪碼頭 是 你不是好花花嗎 有輪碼頭 你跟那個 我 sev誰 等一下 一定要 rant 反應 真的不可能 不會比較不適合 通過 dawn 好 沒呔 無禁止 由于启德邮轮码头比较小车关系 所以就坐反20匹去九龙那边 接下来就挑战九巴的新能源电动巴士 选择了在乃路神街上跳车 见到2号有部有太阳能 温度计和双轮椅班士的比亚迪电能巴士 这的次往后提到一座 好吧,我 有点准备好 习惯 习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入大西北坐港鐵的新能源電能巴士 这个挑战到此结束 今天虽然有一款新能源电能巴士站没有出车 不过由于最后这程坐到该款没有出的电能巴士 和如果只计公司是一天里面坐完全部双层新能源巴士的挑战 总算成功的 这条影片到此结束